在近一两年的国内很多影视剧里面 像《活者之青春》里面呢 男主角都非常潇洒地开着一台吉普 这台吉普呢 是哪台吉普呢 这台吉普还要靠影视剧来卖吗 这么牛逼的吉普还要靠影视剧来卖吗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有一阵子没见了啊 最近唐大叔呢 一直在看一些这个高海拔攀登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 第一 这种山的高度 高海拔一般讲的是八千米以上 也就是这个死亡区域的这种概念 八千米以上 氧气只有三分之一 人的身体呢就开始慢慢的这个像杀蛋一样慢慢的就开始缺氧嘛 各种各样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但是在这么高的地方呢 基本上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哪怕是崴了脚这么小的事情可能命就没了 但是同时呢 你想这种山他们有时候去爬整个过程六十天三十天甚至九十天的 因为这个山确实太大了 人在这个山里面显得很渺小 所以爬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哇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有点像人生一样对吧 要经历很多不可预测的东西 当然在登山的时候就是生死的问题了 那人生多数情况还不是生死 所以呢 在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能一直在山上这么等着对吧 所以唐大叔也是最近一直在等好天气 这样我就可以去登顶了 就像吉普这个大窃的三美一样 所以我对这个三美有另外一种的这种 心里面这种崇敬的感觉吧 所以在等好天气 没有好天气我也没办法 但文革华这个时候就到了雨季了 一直下雨一直下雨 今天呢你看这个光线也很好 我等了一天又等了好的光线 终于呢做这个 继续我们2017系列了 那今天要讲的这台呢 刚刚说过了影视剧出来 当然吉普有些人想到大窃 有些人想到木马人 但实际呢今天要讲的另外一台很好玩的 小倩诺基 中国叫自由光 但是小倩诺基这个讲法可能唐大叔以后要少用了 因为从这个设计的角度或者从外观的角度 小倩诺基啊 就是倩诺基缩小的版本应该更像指南者 他前脸没有弯过来对吧 一会我会细讲 然后感觉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大窃 那个可能指南者更像 小倩诺基呢更像是好了 既然我们已经设计了这个指南者作为小倩诺基 那我如果再做一款同款的 但我要把它弄成旗舰 一个城市SUV或者小型SUV的话 我该怎么弄 所以当时应该是抱着这种想法 开始设计了这个自由光 我们中文翻译 其实它名叫Cherokee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Cherokee这个名字可不是乱用的 大家知道在这个有大窃之前 其实最最经典的一款 这个也不能说城市吉普啊 就是没有这么木马人 这么定位明确越野吉普的另外一款吉普呢 就是所有大窃诺基也好啊 其他城市的吉普的这些SUV也好的始祖 其实是Cherokee XJ 它的造型现在呢 被用到了这个爱国者Patriot的上面 但是它的名字Cherokee 现在呢用到我们自由光上面 所以呢这里顺便跟大家讲讲这些东西吧 那今天为什么对这台车呢 这两天就是等好前进去讲 我也觉得挺期待的 挺兴奋的 因为这个自由光里面的Limited 当然Cherohawk我以前做过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个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很有意思的车 Limited是一个另外一个 因为大窃大家知道 和金马吉普莫然是双旗舰 但是大窃呢 可以说唐大叔的话 就是奢华的旅行 奢华的越野 那奢华也就说到了 如果你不越野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奢华舒适 这么一台SUV 所以自由光的Limited 其实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奢华的小SUV 或者城市SUV 那今天就跟大家好好来讲讲吧 现在我们面前这台呢 是2017款的一个自由光 Limited的版本 也就是顶配到不能再顶的 这一台啊 所有能配都配了 那穿着这个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功能 还有有的东西跟大家讲 当然如果有些人 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在选项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其他的 像同样有好四驱能力的 这个North啊 那也或者是Trial Hawk啊 更有越野能力的 都可以去选 但是呢 这些刨开不讲之外 综合起来 如果是配到顶的话 这一台是绝对最有意思的Limited 颜色方面呢 这一台是一个深灰色 Granite颜色 首先刚刚说了 自由光并不是小气能机那么简单的 因为它充满着叛逆 它这个造型上 并不是缩小版的大气而已 从这个前脸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7个7 Slug Rail的这个前脸 吉普被喜欢的这个七大洲 那他就把它弯掉 所有的吉普 基本上大气也好 木板也好 都是这种直的嘛 那他把它弯过来 有点叛逆 也是大声的喊出来 我不是缩小版的大气而已 一般的车啊 如果前后都有BBB的 也就是这个Sensor 对吧 停车的时候 还有一些东西 你就知道 有前面这个 证明这个车已经 是配置比较高的 这台车呢 前后都有 而且它这个大灯 是非常有意思的 像一个细细的眼睛一样 对吧 有一种不屑 有一种叛逆 有一种调皮 这么一个感觉的前灯 下面有屋灯 这个时候正面再仔细看呢 如果眼尖的同学发现 这什么东西 怎么还有监控的 没错了 这个唐大叔自己画叫大眼睛 在大窃的话 经常放在中间的 这个之前都讲过 也介绍的时候 像灯顶板什么都讲过 这一个呢 就是现在我相信 将来慢慢会变成 一个标准配置的 这个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也就是我们去旅行 高速的时候 把这个定速定好了之后 这台车呢 前面这个大眼睛 会监控它前面的车 然后呢 因为你定这个速度的时候 它已经有一定的距离 和前车 它就会一直保持这个速度 保持这个距离 对吧 然后需要减速加速的时候 一般的这个Pulse Control 就是巡航的时候 是定速的嘛 就不变了 要手动的 它这个自动办法弄 这是一个 一个算是大械上面 还有一些高级车上面 才会有的配置 然后讲到这呢 顺便我们就绕到侧面 非常漂亮的轮毂 然后整个造型呢 有点流线性 还是充满了设计感的 不像 我觉得对吧 一些日系也好 一些 也不是针对它 我是说这个时代 很多车圆乎乎的那种 没什么太多设计感 这台车呢 还是从流线上啊 包括你看这种 也不是完全平的 哎呀 我的小超又被看到了 Shit 当然了 一期款新车嘛 昨天小超是正常的 对吧 设计上这样子 下面写着呢 自由光 Cherokee 大家看在这种镜子上呢 可能有点看的不是特别 小三讲呢 就是一个盲点监控的 当然另外一个高级车上有 也就是车呢 车从侧面 这样过来的时候呢 它会提醒你 有时候变现 有些人不shoulder check 不往后回头看的话 对吧 它会提醒你 是这样子的 那再往侧面绕呢 当然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架子了 对吧 这种车 这台车虽然是limited 往奢华上面使劲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四驱能力非常强的 现在也就讲到这个话题了 先看看后面 先再继续讲 双排气管的设计 很像大窃一样的那个造型 所以很霸气 然后呢 中间有脱钩 后面当然有倒后的影像和雷达了 又一排BBB的 这个都看到了 右边写着limited 告诉你这台是自由光里面的顶配的 最牛叉的那台 然后左边呢 四乘四 但是除了四乘四之外呢 下面还讲了一个active drive to 这个一会儿唐大叔会特别讲一讲四驱的东西 这种上面有那个 有架子车顶 下面后面呢 也有脱钩 适合一个非常active的lifestyle 吉普呢 都是 都是关于一种 这个生活方式和lifestyle的选择 选吉普就是 其实有这么一层意思 当然除了车的能力 对吧 你有这么一台能力 你哪都敢去 或者反过来说可以去更多地方 第二的话 整个大的一个吉普 就是喜欢他的人 包括这个community都很大的 所以玩吉普和jeep之间交流 也是一个玩吉普的乐趣 所以就完全是一种生活 这种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这样呢 基本上简单的跟大家讲讲 一圈也绕下来了 那我们再往里面看看吧 那这就是钥匙了 非常的 后面是吉普对吧 哎 吉普的钥匙 我看吉普了 前面呢 对吧 后面的尾箱可以自己打开 锁车这些都平时不用用了 因为你 你这个 这个钥匙都是 Keyland Center的嘛 你只要戴在身上 关门开门都可以了 当然提一句关门的话 就用这个 按一下就可以了 开门的话呢 钥匙在旁边守一伸就行了 那当然还有个 这种这台车是有远程启动的 夏天呢 早点打开可以弄弄冷气 冬天的话 暖气和引擎也打开 暖暖车 把车弄暖了 上去就舒服了 当然这个时候呢 车子是不能被开走的 所有的东西呢 电子的东西都没有打开 相信荧幕也没有亮对吧 你还要 钥匙在身边的时候 再按一下那个启动键 当然以后给大家看 是直接去按就行了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 现在呢 车子已关掉了 当然大家可能瞄到了 我现在因为全新的车 没什么油 在油量低的时候 这个功能 它是不让你用的 因为你把油耗光了 在外面玩的时候 最后一点去油站的油 用掉怎么办呢 所以它这一块也考虑到了 那如果是有油的话 一直在那个呢 如果忘记五分钟 这个车子也会关掉 另外你再按一次 这个它也可以关掉 好了 和大家介绍里面的这个车里面之前 唐大叔偷看一下小超 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车 这台车呢 就是自由光的 在国内可能只有2.4的 这么2.44 就是四缸的引擎一个选项 所以在国内呢 很多喜欢吉普的人 因为国内对吧 停车位小 地方小 所以SUV来讲 很多人选这个车的 就是我说一般家庭来讲 五口之家 四口之家的 那大家有一个抱怨 就是真正出去玩妥点东西 或者上面放点东西 放点箱子 放点人 这个好像不太够力 所以在国外其实是就有V6的 这么一个PandaStar 3.2的引擎 马力的话 271的马力 那这台车油耗大概是8点几 我具体的给大家看看 8.2 这个高速 9.4的程式 综合的话大概也就是8点多 对吧 是这样子的 那这台车呢 一律的都配的是9速的变速 这个9速已经用了 对吧 这个车其实从开始设计好之后 也改版过两次了 那现在一期款又再一步优化 9速变速 应该是最早用的 结合3.2的引擎呢 所以才能达到那么低的油耗 但是9速的话 这个起步也好 开起来也好 各种方面也好 对这些东西都会有帮助的 所以是个9速变速 配合3.2的V6引擎 小V6 在Trail Hawk也提一下 也是用的引擎 在真正玩机谱的朋友 去越野的用下来之后 觉得还是够用的 好吧 这就带过了 接下来的话 如果对拖东西感性的朋友的话 这台车已经有拖 所谓的Toe Package 它最多是可以拖到4500磅的 好吧 所以在这个车里面 通缉里面应该是最厉害的 如果没有拖过那些 2000磅左右拖是没问题的 刚刚讲了几个 在外观看到了 对吧 前面的小眼睛或者大眼睛 叫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也就是巡航的 可以变速巡航的 后面前后有Sensor Sensor的话还有其他作用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细讲 另外侧面的话 车镜子上有盲点的监控 所以这一圈下来 360度都给你保护起来了 所以在同机里面 小SV这个车的安全系数 或者安全的科技 应该是最多的 再加一句 就是它和大窃上面 大窃上面最多有的 它都有了 包括冷弱座椅 所以这台 从这种产品定位 到那种各个方面 真的其实和大窃渡机 就是缩小版的 当然从设计灵感和定位 上面我刚刚说了 它是想做出自己的样子 所以把所有克莱斯特 现在有的看家本领 和科技全扔上去 好 基本的车 一些东西讲完了 咱们再看着车说 从坐进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看门上面 当然了 Limited这么 算是顶配的 顶级的肯定都是皮 皮质的东西 皮椅 这种扶手的地方 都是很舒服 Soft to the touch 这一种 其实感觉上还是塑料的 但是和一般的那种硬塑料的 很硬很滑的不一样 还是有一定的感 这种触感 Texture 也有点防滑 但上面 其实他们可能想说是皮质 但是我感觉 还是焦一类的 具体唐大叔不是搞这种东西 什么材料可能有人知道 我只是说我这种做一般消费者摸上去的 去摸上去的感觉 但是对吧 一般皮质的才会有这些 所以它整个 感觉上真的基于皮和塑胶之间 摸着摸着怎么就不放手 Anyways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储物空间 防东西就不会弹起来 那是唐大叔自己的 如果你买这台我可以送给你 但这个挺好用的 平时放手机放什么 当然我拍东西拍试驾的时候用 里面用了还是这种金色的 这种不陌生 在大切里面用了很多 吉普上面也喜欢用这样子 而且和75周年纪念的一些主题色色 也有一些关系 也是这种铜色的 其实有点对吧 军人像钢铁一样的这种骨铜色 当时我用过这种比喻 在讲75周年纪念版的时候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方向盘呢 男孩子女孩子 包括唐大叔 很多人都很特别喜欢 摸起来很有手感 我手不大 唐大叔手不大 但是感觉就是很 这个人车合一 有这种把握住这个车的感觉 开起来很稳妥 心里面很放心一样 有那种说不上来的那种 心里面很踏实的感觉 因为它比一般的那种要粗一点 又包了一层这种皮包住 所以手感也不错 粗细也很好 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上面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了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 或者这个比以前很好用 像之前有一些设计 上下左右它不是这么写的 OK不是在中间 那用起来就长 没有那么intuitive 或者说那么一个对吧 自然 那这个就是上下左右 就是这样子 上下呢可以显示很多车的内容 会在这个地方显示 那这里一会儿 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当然了这种车肯定有蓝牙 Way recognition 就是语音控制的一些东西 英语标准的话可以多用一点 英语不标准呢没关系 就还是少用一点 听电话 对吧蓝牙这都不用说了 肯定有 在这个COOSE Control呢 巡航里面这都很标准的了 再说一下就是 比以前设计上更人性化了 更intuitive 中间就用了 打开 那车子在行驶一定的速度之后 上下都可以设定 有些车是下面是设定的 然后按上或下呢 定住这个速度之后 就可以像玩游戏一样这样弄 重点是这里 当你打开COOSE Control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打开 它就会 刚刚说的是自己自车的速度 这个是前后车的距离 定好了之后呢 你看可以缩短距离增加距离 好了之后呢 这个车自己会加速减速 但是它会保持你定好这个距离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好一点的 豪华一点的车才会有的 当然这个车有了以后 非常实用的功能 另外一个呢 GIP当然这两个要搭配了 Since 1941 75周年路 已经快76年了 再过来的话呢 再过来的话呢 中间8.4寸的大萤幕 在同级里应该也是算是最大的 触屏的 用起来很像手机的 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些感觉 一会可以再给大家仔细看 还有刚刚一个呢 说了半天科技呢 也没有讲的 就是这个车可以自动停车 唐大叔已经试过了 挺有意思的 当然这里可能演示 或者讲的不会特别细 但是会跟大家口述一下吧 能演示一点点吧 好吧 现在快天黑了 这个功能很实用 刚刚唐大叔试的时候呢 一把就停进来了 这个车 比我自己停的还好 所以挺有意思 这个的话具体就是说 前后都有sensor 它不断的会响 当你在自己家停车库 一些距离你都非常清楚的时候 不一定它需要提示 或者帮你刹车那些 把它关掉 也不要吵到小孩 或者小狗 小猫的 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 除了刚刚说的一个 三角形 在镜子上面 它可以监控盲点之外 它其实旁边会有个 一个像雷达一样的 不断的去监控 如果旁边呢 就是说 在你行驶的时候 你开了自己 一边聊天太开心了 听音乐 跳舞太开心了 慢慢这个车呢 就是往边上偏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 叫Lean Departure Warning 也就是说呢 它会让你保持在这个 车都公路有限的嘛 保持这个线里面 不要乱去那个 跑来跑去 当然这个如果离得太近了 别人也 它会帮你刹车的 所以这些功能呢 可以手动关掉 在一些情况下 对吧 但我觉得一般实际情况 就是家里车库 不要帮我刹车 这里有我家 我知道停的距离 另外一个呢 刚刚讲了 这个车油耗已经很好了 但是呢 现在特别在欧洲那边呢 有一种节能方式 就是这个车引擎自动关掉 所以这台车有这个节能 那这个车呢 它自己 可能是因为前面有大眼睛 或其他方式 它知道到了红绿灯了 只是这种情况 它会把车子的引擎关掉 当你一般都踩着刹车呢 脚一离开刹车呢 它自己又把货打过来 大概可以省到 百分之十一二的这种 或者十二三的油耗 所以还是有用的 这是这一个 当然你不想用的 你可以把它关掉 这个防滑的就是 那些也不细讲了 这很看得出来了 在完美天气的时候 你想关也就关了 那这个能相对 对油耗好一点点 刹车会稍稍松一点 剩下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了 就不用太 太细细讲了 或者我以前车 已经有讲过呢 可以去看 像这个UKANET的话 对吧 所有车型 基本上从皮卡到大切 到其他的都一样 所以我也不准备 特别特别讲的细 大家可以看其他的 那一会儿简单 跟大家讲一讲 但重点 我刚刚还记得 我在车后的时候 我们讲过一个 Active Drive 2 这里不讲的太复杂的情况下 就是这台车平时 它是两驱的 在需要的时候 它自己会换成四驱 所以平时 都是在自动的模式下面 但是重点就在于 任何大家如果 对四驱有一定的了解 有这种low gear 就是四驱 慢速四驱的 那你就知道 它又是有个 这种low gear的 这么一个硬件 所以你这台车 在低速的时候 它会把速度很低 然后扭力更大 这样在一些 很斜的坡 或者一些情况 或者一些四驱的情况 会用到 所以这个Active Drive 2 是有这种 真正的四驱的一个 一个东西的 对吧 除了高速四驱了 高速四驱里面 在Active Drive 2 里面又有这些情况 你可以选雪地 你可以选沙泥 你可以甚至运动版 这个就是开起来 更运动一点 那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比较 自动挡的车里面会有 就是我们越野的情况 或者一些情况 下坡的时候 我要雇很多东西 我可以把这速度定住 定住之后呢 下坡的速度就定住 我就可以去 这个控制转向 和其他的东西 那顺便大家也看到 这里有多种听歌的方式 插USB啊 这种SD的卡啊 或者插条线啊 然后旁边有个 这种电源的充电 这里呢 从这个驾驶位的角度呢 咱们再来看看整体车的 这种刚刚座位呢 因为我坐了一个 就看看副驾驶的 这种 看上去就很舒服 用两种不同的 对吧 这种皮皮的这种皮质 这里很舒服 很软 这里呢 看到动动 大家也算是一个提示 哦 这个车是有 一般来讲是有加暖的 加热仪 但是呢 这个是有冷热的 像Limiter一台 同样呢 用的是和那种 这个有点纪念版主题色的意思啊 这种金色的 Stitching 这种缝线 另外呢 大家往上面看就来了 这台车是有 同级别里面 算是最大的 全景天窗 Panoramic Thurn roof 一大块 两大块 对吧 漂亮啊 这个出去玩的时候 很漂亮啊 然后呢 后面的座位 大家也看到同样的 后面的座位 很舒适的一个座位 那现在把中间那个 翘起来了 空间上面来讲呢 因为它小SUV嘛 但是呢 嗯 这种一个是大天窗的感觉 视觉上面 人的感觉就是更放开一点 会更显得更宽 另外一个呢 座位的大小啊 舒适啊 更方便 这肯定不用说了 对吧 吉普设计这么多车 都是像越野的情况 颠来颠去的 那它设计这种城市和 城市为主的这种车的时候 舒适度肯定是没得说的 吉普的设计在这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喜欢这个自由光 好 这种车呢 像这种 一触启动的都有 不是什么轻科技了 踩着刹车按一下 车子就打开了 打开以后 硬入脸面呢 硬入眼帘呢 就是Therokee 然后一系列的东西 非常一清二楚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中间这一块 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 像左右这种 它全是电子的 所以呢 这里面就可以帮助你 显示很多有用的东西 大概我们来看看啊 速度可以看啦 油耗肯定那些都可以看了 一系列的设定 如果说像这个地方呢 车子你们都很电子化的 有什么问题啊 需要什么东西 它会提醒你的啊 这个油坏啦 或者什么东西 它这里会有一些message 现在当然没有了 那你上来呢 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里我 我不想太细讲这些东西 对吧 当然这个呢 唐大叔刚刚启动 在停车走一走 它不会达到比较理想油耗 这车也才开了三十多公里 十四点二 所以显示高一点 但是呢 这里就是看这个油耗信息的 那这个是个实时的 一边开一边那个 对吧 而车子走呢 它会从零到十五升 每百公里 这种方式去显示 然后 这种是什么呢 有时候新车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这样开着 你开的时候会发现 怎么去开这个车会比较省油 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吧 每个人都对自己车的了解以后 一种驾驶习惯 是可以达到省油的效果的 所以这个地方会帮助你 这么踩 多少转速 怎么组合 会比较油耗好一点 那现在这些东西呢 对吧 我也不细讲了 这都是这里面 工农的时候会有些监控 现在车停着也看不出了 胎压监控 这些都会有了 如果车都很熟了以后 平时我就喜欢放在这 看速度最清楚 刚刚这里想了一下 旁边小灯亮了 因为这个车算是顶级 算是像豪华SUV一样 这种自动开灯的什么 它都有了 现在变暗了 它就自己把灯打开了 这也不是什么 非常让人这种 惊为天神的功能 但是大家知道 原来对吧 在这里我现在选是自动的 它就会 这里简单的都是一样 对吧 这车带导航的也不多说了 肯定 这个也是大家想到 想要有的东西 肯定也有了 其他这里呢 我不细讲 但是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挺有意思 为什么我刚刚用了一个 说很像智能手机一样 这些所有常用的APP嘛 也是 或者按 你喜欢的话 可以换到任何一个地方 对吧 所以是这样子的 那其他的东西呢 电话蓝牙肯定都有了 就不跟大家细讲了 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 所以大概这样子 现在呢 我们往后面看看 这台出的空间感 现在我椅子比较靠后故意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既然它是乘式SU-MIMA 肯定不会超大超大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座位的时候呢 对吧 和我刚刚副驾驶同平行的话 这应该是大概正常座位的时候呢 那 以唐大猪的1米73 身高坐进来 腿的空间 没问题 这还有个带子对吧 没问题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小东西 跟大家讲一下 后面在这里 哦 好难 好难弄 哦 这里是有个三叉口 可以插电 插电脑的那种东西 然后坐过来之后呢 如果旁边再坐一两个人呢 没问题 很舒服 接下来呢 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的 就是这个车的后面的位置 自动的了 不用说了 钥匙上也有 哎呀 我怎么讲的那么轻浮啊 今天 这里面这么多牛叉的东西 但是确实有一些东西 在这几年 已经变得比较标准化了 所以我也不想小题大做 那 有一些比较令人兴奋的功能 所以我今天就会讲的兴奋一点 一些常用像这种电动的什么 我也不想说只有这台车有了对吧 所以大概这样子 后面的位置呢 一个SUV来讲 另外的话不得不承认啊 因为吉普也好 或者任何有越野定位 或者越野能力比较好的车 他都注重这种通过性 所以车呢 这个空间 不是所有通缉率最大的 但是不会差很多 因为这种车大小也差不多 好吧 这么来说比较 我觉得比较公正 公平一点 那当然了 吉普的标志在这边 这个东西可以取下来的 放东西的时候 对吧 可以放一些 如果有时候放雨伞也可以 因为下面有个这个东西 是防水的 那在这个整个空间呢 目测的话呢 放几个箱子没有问题 放几个箱子没有问题 或者唐大叔坐过来 能看出大小吗 好吧 大概是这样子 那大家我们呢 打开的这个后备箱的车 再往后面看一下 整体车呢 唐大叔可以说非常喜欢 如果我 当然如果自己 我会开自由光的话 我会开越野之鹰了 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呢 多数人的话 肯定不会去越野 它只要需要有一个 四驱能力的车就可以了 那这台车呢 有Active Drive 2 这么牛叉的 还有Low Gear的这种东西 就是低速四驱的 肯定这方面没问题 下个雨下个雪啊 去个山上面啊 或者去钓鱼干嘛的 肯定没问题 但是呢 平时开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台车 所有这个克莱斯特看家的 全都砸在上面 我觉得克莱斯特现在啊 越来越接下来 它其实 从吉普木马人这种 就是吉普木马人是独占市场的这种产品 它尝到甜头了 所以呢 第一你产品要做得好过硬 第二要有文化 第三的话 就是真的也要花心思 所以这个车已经是去年 其实做过一次很大的优化吧 那今年进一步优化 有一些呢 像九速变速 像引擎 像一些车的基本设计 很多东西 已经基本上就过关了 在这个基础上呢 又继续加东西 今天说的有些功能啊 其实在 自由光Limited上面 其实早就已经有介绍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做到现在这一步这么成熟 然后这么实用 各方面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平衡吧 对吧 它本来做的已经是很顶级的 然后又能做出平衡 可能是现在比较成功的一个地方 我知道这台车非常多人喜欢 吉普本身这个品牌 大家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再加上 现在就是吉普 真的在市场宣传方面 做得很好 那也就是在国内的话 大家就是也对这个车 了解的很多了 所以影视剧里面 有很多用这些吉普车的 特别自由光 因为我们在温哥华嘛 那我们有很多华人的移民 或者是是这个来陪读啊 一些他们都会知道这个车 要求要看这个车 所以呢 这应该是除了Trialhawk版 这个自由光 我介绍第二台车 也想通过这个车 让大家知道 因为你介绍顶级配置 顶配的 之后呢 你就知道这台车 所有的东西都有什么 所以呢 通过这个车就能看到 在这个非常漂亮的光线下呢 大家再来静静的欣赏 一小夏 这个夕阳夏 难得温哥华雨季好天气里面 我们一起来聊聊车 看看车 也有一阵子没有做这些东西了 那唐大叔呢 随心所欲的人嘛 我还是喜欢做一些 我确实认可也喜欢的车 我才会回去做 那将来我也在想 可能会讲一些其他的话题啊 或者是 互动类的也好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但是车子呢 只要出现了新款的 我比较喜欢的这些吉普 我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好 这样一小圈呢 我们看一看 真的这个光线下面 这个颜色也是这样子 最早的车黑白的多嘛 后来有这种深灰色 唐大叔吉普也是这个颜色 木马人 然后呢 挺好看的 这种车比黑色耐脏一点 耐刮一点 然后呢 有点这个深色嘛 对吧 有点奢华的感觉 配合这个车的 Limited的定位挺好的 对吧 什么 있으 什么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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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自己这么近 也停不进来吧 一把就停好了 Pretty nice 今天太高兴了 天气也好 也是周五 周五回去可以陪女儿了 又可以开吉普 带她去兜一兜 然后也跟大家再来一期 当然如果喜欢这个车 或者所有的吉普 甚至是皮卡 唐大叔在加强大 最大的克莱斯勒4S店 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的联系方式就通过微信 来的话提前跟我预约 然后好了 这些东西不再多说了 打过网告的东西 好 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出品